大家好,我是阿胖 今天花了3块钱,买了一个5-6斤的大南瓜 把它做成这样好吃的,比包子简单,比油条营养 大南瓜我们用不完,只需要取其中一小半就行了 先把这个南瓜皮给它去下来,再对半切开 然后把它切成薄一点的南瓜片 切好后,我们要选择一个大一点的平盘 把它放进来,再用手把它平铺均匀,这样会熟得更快 然后冷水上锅,把它蒸熟 蒸到用筷子轻轻一加,就成泥的状态就可以了 接着连蒸出来的水一块儿倒进大碗中 再用一个叉子压成南瓜泥 压的时候用叉子压的会比较快速一些 压好后,我们向里面加入糯米粉 糯米粉不要一次性倒完,要分批少量慢慢添加 如果你不确定加多少糯米粉合适,一定要慢慢添加 我今天这个也没有称,都是试探性慢慢加的 如果家中有喜欢吃甜食的,在这一步还可以加入适量白砂糖 最后把它揉成一个不太硬也不太软的面团就可以了 按板上撒上糯米粉防粘 面团上也是撒上糯米粉 再用手把它按扁 按扁后,用刀给它切成粗一点的条 全部切好后,再像这样把它搓成细条 然后再三根或四根放一起,用刀给它切成小段 这样分出来会更均匀一些 接着放入掌心里,先捏瓷式 捏瓷式后,再把它团的圆溜溜的 如果放的时间长了,糯米粉可能会干 我们可以在掌心里抹一点清水 抹入清水后,再这样去揉 糯米团就会比较湿韵一些 我们最好用一个保鲜膜给它盖住,防止风干 全部做好后,找一个深一点的平盘 把它全部放进来 接着向里面加入适量的玉米淀粉 再摇起盘子 使每一个小球球都裹上一层干淀粉 像这样裹上干淀粉后 放入冰箱冷冻,就不会粘连在一起 然后把它取出来,放到保鲜盒里 这个盒子最好可以冷冻 像这样做好后,我们放入冰箱冷冻 放上一年半载,都不会坏 到时候可以煮汤喝 还可以煎着吃,或者炸着吃 如果是炸着吃的话 记得一定要提前解冻 而且还要完全解冻 今天就用这个做好的南瓜球 分享一个特别简单又好吃的早餐 我们取出煮锅,在里面放入红糖 然后倒入自己喜欢吃的干果 我用的有核桃,莲子,葡萄干 还有几个五花果干 最后再加一点花生 加入适量的清水 用大火把它煮开 煮开后放入南瓜球 用铲子推动推动,防止粘在锅底上 煮至南瓜球全部浮起来 像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再像里面加入牢骚 也是甜酒酿 再煮两分钟 淋入一个鸡蛋液 然后把蛋花煮熟 像这样做好后 早餐时而不时的做上一碗 营养是很丰富的 有南瓜,有红糖,还有酒酿 以及各种干果和鸡蛋 搭配一起,非常的营养又好喝 如果喜欢可以试试哦 我是阿胖 谢谢今天的观看